大家好,我們繼續跟李龍彪先生請教一些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但是原來跟我們香港也有些很直接的關聯 第二個我們想探討的人物,我們可能在中史書都經常見過 我記得我在中學時代買了一本書,叫做一宗現代史實的大翻案 他的主角是一個廣東軍閥叫陳永明 我們在教科書都會略略讀一下,以後新香港不適,希望我們的年代要讀 就是說孫中山在廣東的政權,有一個廣東軍閥叫陳永明 背叛他出賣革命,整個介紹就是這樣,總之這個是叛徒 那本書就是來自他的兒子,陳永明的兒子去整理先人的事跡 和訪問他的舊報,就是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但是我也是剛剛才知道,原來這本書是李先生出的 那個世界就很小,那本書我覺得很有啟發 當然歷史人物的觀點和刑論都會有不同的角度 但原來陳永明晚年就在香港,因為已經失世了 亦都死在香港,有很多歷史的名人都曾經流亡過或過世 而且他住的地方應該是玉獸街 在玉獸道,坦白地 即是很近家裡才住的地方 所以整個地名突然之間就覺得,一個很遙遠的人物 原來在他身邊都是會出現的 那你為什麼會幫陳永明的兒子出這本書呢? 當時他這篇稿呢,陳永明的兒子陳定妍呢 他是美國黑博大學的核子潛艇專家 他手下用二百多個美國工程師 他是讀書很厲害的 他跟宮澤民在上海溝通大學 都是那個時期 他還沒進入交通大學做,是資工大學 即是在紅州綠和塔上面的資工大學 現在改為資工大學,屬於資工大學 他是基督教大學之一來的 他讀書呢,都是九十幾分的成績 所以他後來在美國入了黑博 之後呢,他就是專門做那個核子潛艇的 那我是不認識他 不過呢,跟他一齊拍檔的一個學者 叫高中佬教授 高中佬教授的姐姐就跟我同學 所以他就介紹我認識 那時他這個軍醫陳菊明的稿呢 就在台灣傳記文學那裡重期登 登了之後呢,傳記文學不方便跟他出版 我不是陳菊明的部下親戚什麼都沒有 不過我了解到陳菊明呢,就不是一個軍閥 所謂軍閥,當然是勇兵自重 又娶了很多小老婆,賺了很多錢 他不是,完全不是 他死的時候,連他的官幕都是用他媽媽的官幕 他在香港,在溫仔的入島醫院,尼澤死了 是,就是國泰戲院那個位置 現在沒有了 他呢,就住在玉秀街好像28號或者18號 他的弟弟叫陳錦公,不是親弟弟 他是一個越軍的一個師長,他就有多少錢 他住在那裡的時候,日本仔都想找他出生做傀儡 他說,你將東北什麼地方自退,我可以跟他談 他曾經呢,請了他去淺水灣一起 跟周文維的父親 他們在那裡,日本仔的代表跟他談 又給了10萬元給他,結果他都退房 蘇聯、列寧都曾經派一個許軍中將來 江州找他 他在江州聯兵的時候 又辦了一些報紙和思想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 所以他都是很同情窮人 所以他曾經呢 他就是資助澎湃、黃桂禄、黃桂禄去美國 我在讀博士 而澎湃呢 農民運動的澎湃呢 就是在日本祖道庭讀書的 所以他捐了五萬元給吳志斐去法國李昂 辦那個中法大學 那一個這樣的人呢 不是貪財、貪識什麼 怎麼會什麼 他反對孫中生的意思呢 就是不要這麼快去北法 先將廣東搞定 因為廣東的經濟都不行 由軍隊又不行 當時還沒有黃埔軍下 黃埔軍下是 是包羅亭教長計成 說你一定要有一個黨官 來鞏固你的政權 聽下去孫中生先生革命四十年 最後都覺得是被人家利用 他又想利用別人 別人又利用他 結果是自己沒有一個軍俠 沒有一個武衆部隊 最後都是被人欺騙 所以他是反對東時的北法 東時吳佩夫也有法子打敗中族南 那你廣東那個軍隊 怎麼有法子打敗吳佩夫的軍隊 後來北法成功 蘇聯的顧問 還有二百多個顧問 還有比槍是炮重機槍 不同嘛 去黃埔軍下的五百支槍 都是蘇聯比的嘛 當時沒有孫中生先生 我不是貶低孫中生先生 而是說他是一個理想主義 是不夠實際的 所以他大軍出佛 去到韶軍的時候 胡亢問問他 你有沒有北法的軍事計劃 他說沒有 沒有他馬上才臨時叫許崇智 越軍總司令許崇智說 劉爺弄一個北法的計劃 他跟蔣介石的北法 蔣介石老早就有計劃的 就完全不同 所以他反對孫中生是有他的道理 所以胡適說 宣誠之爭是政見之爭 就不是說所謂背影 不要說不同意見 你就說反叛他 他同樣參加黃花公 他是敢死隊的隊長 來的陳君明 他是一個受罪 所以很多文章 電稿 都是自己親自起草的 所以他後來 也可以演繹為同 孫中生爭了軍權 後來他自己就來了香港 後來張介石打敗了他 東征成功打到許六峰 之後他跑來香港 跑來香港做什麼 所以後來那個帽 在維州紫薇山的帽 是他以前的部下 陳濟彤 就是廣東 林天王 中國所謂林天王有三個人 一個就是第一個陳廣明 第二個就是陳濟彤 廣東省長 他當時是陳軍明 陳軍明是軍總司令 他的一個形象 後來陳濟彤 居住在司徒拔道 東山台 他家族還有很多後人在香港 陳濟彤 陳濟彤 陳濟彤就是他哥 陳濟彤就是他哥 陳濟彤的孫 我都認識是我的同學 所以陳濟彤 在東山台 當時日本人打香港的時候 他剛剛在重慶 做農林部部長來香港 探他太太穆壽英 因為他和尿病 就請了擁和御苑的李仕培 後來做院長的李仕培 跟他打仗 所以我這個資料 是看著李仕培 和李仕芬的回憶 並不是我自己作出的 我說每一句話 當然有一本書就作出 不是自己作出的 其實是一個百科全書 每一個人的名字 串連到整個full picture 是很厲害的 剛才你說到陳濟彤來了香港之後 其實我們都很好奇 當這些曾經都是戚七一事的人物 來到香港都即是流亡 那他的生活是怎樣的 我生活是很老道的 有些人他又喜歡吃煙 有些人吃完煙 他後來就留下一罐或者一盒 在那裡沒有帶走 他後來因為他在街邊買一些 糧粉那些 馬太糧那些東西吃 而肚子而過生 他因為這樣而過生 這樣是沒有錢的 為甚麼他會沒有錢 你看他可以捐五萬元 大家去發覺 那都留給自己少許 那都留給自己少許 是吧 他做是這樣的的人 他做是正直 不是貪為他自己的人 所以我是從來心 為了整這本書 我花了很多精力 可以說在香港 你看過這本書 是那個新書發表會 最多人最虛陷的人 他的鄉下 是第一個蘇維埃政府 就是在許豐 還不是在瑞甲 在許豐 我都當然有去過 他呢 這麼窮的地方 我幾有一次去研討會 我去參加 那些人 這麼窮的地方 招呼一些學者去的人 我從來沒有參加這麼多研討會 沒有人招呼這麼好 他用一個別墅給我們 我住 晚上安排我用麻雀桌 甚麼可以給你打麻雀輕鬆 臨走的時候送了很多海味 那些大蝦 鮑魚 很奇怪 而且每餐都招呼得非常好 所以那些窮人 他的心是善良的 剛才你說到 陳景雲在香港 日本也向他招收 是呀 那是派甚麼人來到香港 還有你去到淺水灣酒店 淺水灣 游水那裡 即是說那些樹下邊 游水又談 樹下邊就談是否落搭 是 為甚麼選擇淺水灣 日本是派甚麼 沒有這樣 當時 好像蔣藝成 來香港玩 他最欣賞的就是淺水灣 OK 所以我呢 帶人去淺水灣 蔣藝成就帶陳傑宇來過淺水灣 之後又帶一個港西 一個軍閥 劉真華 日本士官的 他做司長 蔣介石一 他手上有兵招呼他來香港 還是去淺水灣酒店 他覺得淺水灣體健康 所以有一個歷史學家 吳雄雄教授 來香港 我都是特別帶他去淺水灣酒店 因為很多東西在說甚麼 以前宣科也住在淺水灣 雲林的龍雲也住在淺水灣 日本來到找甚麼人跟他談 有一個甚麼級別的 喔 這裡呢 我現在立刻找不到你 都是 梅機關那些 即是特務機關的 不是76號是汪政權的 日本本部的業派過來 是 當然他是做過與軍總司令 和南風 他的級別當然不是大 所以你看列寧 所以他跟列寧有通訊 列寧跟他通訊的就是朱澤信 如果不是汪政權那邊 即是日本本部派來找他 即是他想著那個身份 可能和汪政偉都是平起平坐 甚至這件可以搞得太 即是日本曾經拉攏 那個童少儀 做過國務院中的童少儀 也是想拉攏 吳沛夫也是日本想拉攏 陳君明即是吳沛夫那級的人 他跟吳沛夫暗中都有雷煌 你提到周文懷的父親 是 周文懷 這是很有趣的故事 究竟他當時是甚麼角色 他是廣東的徐政廳長 所以我去大埔 他是大埔人 我看到一個捐錢給周老 做中山大學校長去北歐八個國家考察 還有在德國那個最... 許得寶大學拿博士 因為他要做廣東大... 中山大學校長要博士學位好些 即是等於浸會大學校長林子豐 他要做浸會大學校長 美國不是一個牧師學位給他 然後他才好看一點 所以當時他已經在幫日本人 他沒有幫 他沒有 陳君明沒有 不是陳君明 周文懷是副星 不是 他是曾公明的部下 他是他的部下 所以他做廣東省長的時候 他是徐政廷長 所以他賺到錢 二、三、三次找不到他下面的人 賺到錢 OK 其實我們看回整個歷史 陳君明在香港過世 我記得我看那本書也有講得很清楚 他過世的時候 哪些人送過對戀 玩戀 亦都是... 裡面那些歷史的文獻 都看到他的一生 都是... 雖然我有爭議 但是當時人對他肯定 是... 張介石寫給陳君明的信 都很客氣 想追隨他退休的時候 追隨他有什麼呢 很客氣 但是呢 張介石呢 都是在宣宗三年前 願意暗殺陳君明 他那麼喜歡玩這一招 他當然受陳其美的影響 甚至陳英氏的影響 他還有在上海 喜歡那些黑幫人物 這樣 所以他在中美食一生 那裡被殺死 鄧遠達 鄧遠達 永傑 即是陸軍大學校長永傑 在香港死的 在香港就是在瘟仔執城書館那裡 執城大廈那裡 另外就是歐陽格 中生林的男將 歐陽格 紅斌 哦 哦 其實暗殺的人是很多的 是嗎 工副會會長 屠城章 這些就是說是很多 就是說我隨時都可以想起 很多人被他暗殺 不過這個手段是 就是不是公彩的手段 不應該這樣 我就是說 講歷史就是講真相 我不是對蔣介石有什麼特別貶低他 他有他的優點 也有他的缺點 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陳永明去到歷史書的形象 就變得很負面 做蔣介石的起家做了兩件事 第一就是殺了屠城章 第二就是想永豐林幫孫中生先生 因為孫中生先生 軍事人才很缺乏 只有一個以早期的出執信 另外後來就是李烈君 李烈君就是審判中的 做過公勢的都督 審判中學良就是李烈君 另外後來就是陳英時 然後就是王夫 就是王英伯 然後就是蔣介石 他覺得他忠心 他敢去殺了屠城章 還有想永豐林 永豐林已經 孫中生在永豐林 整個禮拜 蔣介石才來 所以孫中生在永豐林 打電報去 開口給總委國 用總委國名義 然後叫蔣介石來 蔣介石官網了整個禮拜 然後來 但是來到的確是 起了續約 起了續約 所以就是蔣介石就好了 所以孫中生呢 本來王報軍校長不是他 王報軍校長是譚明海 他想是被譚明海 或者是呈前 呈前日本時官 正式是董德關係 中國時官都沒有任何 這樣 但是他終生 最後 孫中生先生 給了他做王報軍校校長 就是因為孫中生蔣介石的 這一系對陳舉明的定性 就令到自此 我們歷史書 都覺得他是一個本土 是的 他阻止他 因為他是繼承局父 孫中生的維持繼承人 所以他就貶低了陳舉明 共產黨當權之後 有沒有幫他平反呢 他最初也跟共產黨人 有些聯繫 是 會不會把他拿出來 給他高一點的地位呢 以前 沒有 等到我為了這件事 我從中生大學 那幫歷史系教授 包括袁偉士 邱潔教授 趙立仁 李吉夫 這幫教授 大家思想一致 要跟陳舉明平反 結果呢 我覺得最公偉的 現在陳舉明的銅像 在海豐鐵文天牆的公園裡面 豎起他的銅像 豎起銅像 我一會兒可以給你看看 我會在那個銅像下面寫著 所以 影像 這裡是值得恭維的 就是 我有一次跟陳舉明博士去鄉下的時候 鄉下的人 很多窮人 家裡都有收藏了陳舉明的時候 這個就很難得 這個老百姓都是慰念他 他知道他正式是 他做省長的時候 禁煙禁倒 所以他說過一句話 煙一定 煙倒一定要禁 寧可如君 沒有了如君都沒有所謂 所以自己斷了自己的脆路 我們聽到很多難得的歷史故事 其實我們香港還有很多人物在香港存在過 都值得我們去探究 李先生前輩你完全不像87歲的記憶力 比我們好很多 希望以後還有更多機會向你請教 謝謝